投资的本质一,投资有输赢,有输有赢才是真正的生活,在合作与共识中,需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建立我们的思维才能赢得更好的支持与资源。 二,投资需要沉淀,所谓的经验,不仅仅是你经历了什么,更在于你在经历中沉淀了什么,这种沉淀是对经历过的人,是,我死后应用重构的方法,将这些思考,寻求自己对世界的客观认知,这个认知至少有三个变量构成,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二,这看似简单,但你能坚持十年的思考,记录与整理,你就真的会超越很多同龄人。 三,投资需要等待,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成功,也都很努力,但是,幸运总是属于少数人,因此,在奋斗的路上感觉到累的时候,请告诉自己,有时候成功等于99%的努力加1%的机会, 在机会没有降临的时候,请耐心的学会等待,这本身既是一份能力,也是一份成熟。 四,投资需要评判总结,批评的本质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及行为准则去衡量社会与他人。 所以,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教育子女,不管是面对社会上的热点事件,还是在管理自己的下属,当我们试图去批判他人的时候,请有意识地告诫自己,从多个角度综合考虑,再给出评价,否则批评不仅不会使人进步,并且会带来伤害。 五,投资像一场演讲比赛,都要把握各种因素,很多人并非不善言谈,而是不善思考,开口讲话之前动脑想一想,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应该怎么说? 这既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又是自我成长的修行。 六,投资技巧,成熟是一个能想被磨掉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很多人变得圆滑,是骨,进而失去了最真实,最独特的自我。 你愿活在别人的评价中,也不愿意跟随自己的内心,其实,成长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将自己的个性与原则,植根于自己的内心,用多音的智慧去解决冲突,既能重力地保留自己的坚持与性格,又能愉悦地与人相处,既不会多多逼人,也不会位手位脚,投资的窍门就是窍方法,加本功夫窍方法,是指方法论体系。 让你是半功倍,做到搞笑聪明的整合信息碎片形成完整认识,笨功夫,就是踏踏实实花时间,花精力一点点去阅读,搜集和积累,市场里80%的人,被笨功夫这层就淘汰了,基本失去超额收益的入围资格,剩下的又有一半而被敲方法挡住了,原地打赚收益与付出无法匹配, 对,所以相当赢家,既要甘于笨,又要善于巧,相比世界上的很多东西来说,人性都算是相当可靠的,遗憾的是,人性恶的那部分,总是更可靠一些。 巴菲特用指数基金与对冲基金的10年PK,证明了对普通人来说,最好的长期投资途径,就是指数基金。 但是战并乱,这个结果有一个非常高的壁垒,就是你必须承认自己是普通人,这对每一个来到股市的玩家都是很难接受的前提,包括我自己。 这个游戏最讽刺的一点在于,赚那些最自命不凡的普通人的钱,是让我们自己从普通人里脱引而出的最好的办法。 巴菲特最可怕的就是永远在学习进化。 中国的80投资总结,不碰科技只卖消费被某些人奉为圣经,可人家转眼就中参了苹果和航空公司,看看巴菲特这一生的投资计划,从早年间坎图兰技术,到最纯正的格雷洛母剪盐头,再到创立新的商业模式,并融合了芒格的伟大公司论,到快90了还有改变自己的能力,就这点都足以光神称盛了。 芒格曾说长期持有的收益,约等于公司的ROE,但这并不简单,长期持有会运凭阶段波动,最终其收益取决于公司的ROE,但这个ROE锚定在哪儿是个问题,其应该是各个周期跌当后,或者中增长期到中恒期的均值。 所以用当前或者最近期间的ROE来衡量,长期持有收益肯定是错的,也正因为如此。 弱中期以及均衡期后,ROE依然可保持中高水平的,获得估值一价就显得合理了。 当每一个人都投入股市,就再也找不到更多的买盘力道,能将市场推得更高。 人性根本不会改变,而左右股票市场最后的力量,正是人性。 如果这一辈子我在交易中最后没有成功,并不是我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我自己不想成功,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在市场中赢钱的办法。 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只在市场的走势符合我的经验和理论,只在我有把握的范围内裁行动,我就能赚到钱。 而且,那样的机会早晚会出现的,如果我的投机事业最终失败了,肯定是因为我违背了自己的交易方法和经验教训,做了大量我自己也认为是错误的交易。 例如,被市场走势优惑追涨杀跌,无法控制自己贪婪的交易欲望,逆时交易,等等。 投机者笃信的东西,那些高明的投机理论,交易策略和风险控制措施,是能够自动的制约投机者的行动的,能够帮助人走向成功的。 但是,包括我在内,大多数投机者没有意识到,人的本质中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方面,后者常常会无意中阻止他完全理性的行动和决策,使他背离成功的目标。 所以,最终,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并不能够帮助大多数人远离失败。 利福莫尔常说,每次违拜自己的守则,他一定赔钱,尊神守则,就一定赚钱。 他投入无数的心力,分析市场和研究投机理论,生活上,则律己慎言,要求时时都能有奔锋造极的表现。 他犯过大部分人,在市场都会犯的所有错误,但是他不但从中学习,更买手阅读报价行情和研究市场,持续不断学习更多的知识。 多年来,他常被引用的一句名言是,股票变了,华尔皆是从来没变,因为人性没变,他相信,由于希望,恐惧,贪婪和无知,人在市场中的行为和反应方式始终如一。 这是无数的股票形态,一再重复出现的原因,大到至简,简单的才是最有效的,简单的才是最有效的。 那么你就会愿意付出更多努力追求简单,简单是一项值得追求的重要价值,我们一两层把简单当成思考时固定的习惯。 在市场中,为什么简单才是最有效的? 因为只有简单才最具有操作性。 去想一下,如果你都买入卖出条件中,有八个以上的条件,先不说这些交易条件归因之后是否存在重合,随便拿出来八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机会有多少呢? 不可否认,确实存在同时满足的情况,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在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行情已经走了多少呢? 我们应当清楚的认识到一点,极不同的交易机会的成立条件是不同的。 任何一个人没有能力,也不可能把握所有的交易机会。 我们能够做到的应该是将交易机会锁定在一两种。 如果有方法能够把股票中特定交易机会80%以上抓出来,那真是足够了。 基本面交易者可以专门交易成长股,或者代谢分为互联网领域的成长股。 或者保守的交易者可以专门做蓝筹股,每年都可以有不菲的收益。 图形交易者可以专门交易头肩底或者原底的形态。 其实,按照什么基本面选股或者选择什么图形交易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在于你要坚定只做这一两种交易机会,做得多了,这种交易机会就会成为你的提款机。 你清楚其中大部分的陷阱,你也清楚什么时候它蕴含的金钱在向你招手。 大刀质简的另一个要义是抓住重点,见物面面俱到。 应当清醒的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市场是一个人形的交易场,市场交易的是人心,人心是善变的,是被机械的。 无数的人心集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无法预测的变化,极度丰富的复杂系统。 面对这样的系统,我们不断的评估交易策略中的重要条件是否满足。 面面俱到的想法在其他领域或许是一个达致完美的基础。 但是对于交易者而言,抓住重点才是提高交易绩效的方法。 面面俱到的想法只能让你离现实越来越远。 炒股,是一件很有趣,同时还能赚钱的事情。 但炒股又是一件很折磨人,也很容易亏钱的事情。 没有什么生意比炒股更简单了。 你只要不智能手机,几千元资本,就可以杀入股市,赚取理论上无限大的机会。 然而,也没有什么生意比炒股更难的。 炒股所涉及到的知识之多,比任何一门生意都要庞大,而钱,利润大,以为着风险高。 不懂炒股市什么就入行,十之八九要亏钱在股市中,我们能收获的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更能体验人生百态。 在这个庞大的市场里欢笑,眼泪,成功,失败应有尽有。 这里有千千万万的股民,这里有数不清的传奇故事。 人们在这里喜悦,兴奋,狂欢,也在这里彷徨,惆怅,悲伤。 但不管你遭遇什么,都不要在这里绝望,因为股市的存在,其最大的价值,就是给予我们数不清的机会和希望。 上升趋势中的四大经典形态一平台突破,股价经过一段幅度的上涨,也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 无论是出于哪方面需要,都应做一次像样的调整,因所针对的是一个波段,不是一两日上涨的阳线,故意较大规模形态和耗时多天才能完成。 调整的方式其中有一种是平台盘整,通常意义上是比较强势的表现,因而也对人所看好所熟视。 平台排整的时间,取决于十日均线上来能否立即助长,能得到助长的大致有七八天左右,得不到助长的还需多些日子。 那时得用突破涨相体的概念来解决。 而五日均线弯至十日均线,五日均线弯至十日均线的调整形态,看起来没有平台形态强势。 但上涨以后的走势情况,并不一定比平台形态的弱。 看明白是五日均线弯至十日均线,不是指日均线下到十日均线。 因为这是十日均线对五日均线发生关系,对日均线不起作用。 尤其在做形态期间,提出这个形式,是因为形态五二十形态,常有日均线已掉到十日均线之下的时候,对此就以为走坏了不愿再去理它。 却不知这是一种偏向行为,其实五二十形态,本身就存在这种欺骗性。 不使用一些反常手段,怎么能将获利筹纸挣出来? 不把形态搞难看,招来些抢筹的怎么办? 因此,当五日均线下完之游巷而上,保持坚挺的十日均线时,不要在乎日均线在上面还是在下面。 哪怕下来的阴线还不小,只要量不太大,再是前击高点不是明显的大头部。 伴随的成交量也不是一大堆,都值得留意。 三回调,回调形态比五二十形态下调的更深,明显标志是五日均线轻易下穿十日均线,只跌起稳后维持数据的底部盘整,然后再选择时机突破上涨。 但要注意回调形态,常被安排在几波上扬,完成一个趋势后的回反摸顶时,回调形态是指在上升趋势没改变的前提下第一次下调。 不可和急波形成的下降趋势中的回调相提并论,其实那也不叫回调,只是属于下降趋势中的停顿,又突破也只能奢势板弹。 四回调,回调是启动一日阳线之后没有紧接着连掌,而是停下来制掌整理。 表现的单日形态有许多种,小上影,十字星,小阴线,腹中拍等等。 除长上影线冲高回落,能看出来回调难成例外,其他还是应给予多多关注,好歹也算是个整理形态。 还就有卸完一天就再涨起来的,有的次日在大盘建好的时候涨,也有的在大盘不涨的那一天不听邪单独上去的。 由于回荡仅一天,中火大洋带着小K线,刚刚带动五日军线向上抢头,K线与五日军线之间有较大空间距离,别误以为远点就助长不到。 只要次日分时有好满点就能涨,涨就把五日线带上来了,怎样才能正确判断趋势? 大盘大阴线的形成,通常有三种情况,一个是盘中人气低迷的正当阴跌,一个是盘中忽然跳水,还有就是信息引导的大幅低开。 无论哪一种大阴线,在盘面上都代表的是弱势,这也是我们厌恶大阴线的重要原因,有的大阴线出现以后,大盘跌顶,后期持续下跌,有的大阴线出现以后,快速息吻反弹。 单一的大阴线,并非世界末日,观察大阴线以后的K线博弈,是我们利用K线技术,判断短期走势的重要方法,因竹女,杨竹男,我们简单的用谈恋爱的方式,来分析大阴线的博弈。 一,拽开,大盘出现大阴线以后,次日是继续低开低走的中大阴线,这一定不是洗盘,这是恐慌情绪的蔓延,短期内不会马上反转。 还有一定跌幅,如果上一根大阴线你还在观望,这样走自然要高度景气,更不能轻易抄底,如果把这两根K线,必做是两个人谈恋爱的话,很显然后者被一脚踹开,已经被抛弃。 二,抱大腿,大阴线出现以后,次日在昨日收盘下附近收一个小幅波洞的小K线小阴,小羊,小十字本质都一样,这是大阴线以后最常见的走势,尤其是那种大阴线力度不是特别强,利空消息不是特别恶劣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抱大腿,后者就像是一个被抛弃的人,但是死活不肯走, 抱住前面阴线的大腿,在阴线的收盘下附近享福波洞,大阴线是接受它把它扶起来,还是拒绝它把它一脚踹开,则要再看后一天的走势,走出这样的K线博弈,是典型的选择方向,一天的大阴线,并没有被市场完全认可,后市市长是敌我们不要轻易下结论。 三,楼腰,大盘的大阴线,次日被抱住大腿,这个时候盘面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一脚踹开,一个是把它扶起来,如果是一脚踹开,那么大盘的短期趋势确定下跌,根本不是什么洗盘,如果是把它扶起来,但是价格没有过阴线价格的一半, 我们把它叫做楼腰,大阴线目前还不想和它谈恋爱,也没有把它踹开,后期大盘又容易回到正常的波动状态,大阴线暂时化写没疑,四,抹凶,这一次,大阴线不仅仅把它扶了起来,而且扶的高度已经超过了二分之一,看起来是想和它谈恋爱了, 我们把它叫做抹凶,关系到了这一步,大阴线对盘面的影响已经完全消失,后期的走势和大阴线基本无关了,五,逆袭,大阴线出现,此日被阳线反包,这虽然很少见,但是这显然是非常强的一种走势,从恋爱的角度讲,现在他们的关系已经更进一步,显然阳线已经完成了,由奴隶到将军的逆袭, 已经起了上去,这样的K线博异是逆转,前面的大阴线消化了抛家,消化了利空,起到了很好的洗盘作用,甚至比不住大阴线直接长上去还要强,洗洗更健康,除此的之外,大盘出现大阴线,即少数情况会出现一些特殊走势,如此日低开高走半包,如此日小幅高开横盘等等, 这些现象很少见,看不懂就不看,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判断后市,我们通过研究两条K线的博弈,分析市场都空双方的力量对比,能够帮助我们对大盘短期趋势做一个正确判断, 当然,大盘的趋势,不是有两条K线的博弈就能决定的,它只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权限的,正确的思路 均线买入硬式均线是最常用,最经典的技术指标之一,不少的技术指标都是由均线系统衍生而来,均线在短线交易中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十日线交易系统,十日均线是一条短期的均线,代表了近十日内交易者的交易成本,如果股价处于十日均线上方,交易者接获利,就会出现吸收的心理,从而使得股价维持强势 反之,如果股价处于十日均线的下方,短期被套的交易者,会对股价造成卖出压力,因此股价会弱势运行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探讨的不仅仅是一个买入定式,也是一个有买也有卖的交易系统,可以成为独立的依据,也可以辅助其他买入技法进行操作 在短线高手手中,一根十日均线,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短线交易系统 买入参考,十日均线上买入持股,十日均线下卖出持币 在股价的上涨过程中,稳健的交易者在股价跌破十日均线时就应该卖出,以免出现风险 可在后续行情中另找良机,积极的交易者则不必全部卖出 为了防止高位注顶,可是当进行紧仓,然后关注接下来的走势 如果呈现顶部形态,则继续卖出 假如跌破十日均线后,只是短期调整 股价重新排完后,会再次回到盛市 此时会再次收复十日均线 可继续参考十日均线的买卖原则 股价上升趋势万好,则继续卖入 本支则谨慎对待,则继高抛 如图三到九所时,荣丰空股000668 前期股价一直运行在十日均线下方 股价从14.5元左右一路下跌 最低跌至11.44元 之后股价横盘起稳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一过早满入 虽然这里可能是底部 但后市榜向上不明选 等股价站上十日均线 多头力量开始强劲 这时就可以分批买入 如果不破十日均线 交易者可耐心持有 图三到九 十月均线作为短线操作的参考线 实现了化白为减 轻松获利的目的 做官A股市场 大部分股票在强势拉升的时候 一般都不会跌破十日均线 特别是在连续拉升上涨之后 更应该重视这条均线的价值 如果十月均线跌破 就应当检仓或者卖出 二并非突破十日均线都是很好的满入时机 十月均线代表着短期的趋势 当短期趋势还在下行时 十月均线对股价有压制和向下牵引的作用 因此当十月均线还是下行趋势时 股价突破十日均线并不是非常好的买点 因为此时很可能仅仅是个小反弹 股价或许还会在十日均线的牵引下再次下探 比较可靠的买入点应该是在十日均线往上翘时 才是真正的突破 这时候买进就十分可靠 图三到十是当代东方000673的日K线走势图 当十日均线向上翘时 股价又突破十日均线 且站上十日均线时是很好的买点 此时 短线交易者就应该积极跟进 获取利润 图三到十 图三到十一是制度投资000676的日K线走势图 如果在A点买入 虽然股价站上十日均线 但却是一个失败的买入点 需要止损 为什么这个买点会失败呢 最大的原因是突破十日均线的时候 该均线还成下跌趋势 下跌趋势的十日均线 说明短线还是空投市场 下降的十日均线对股价有下下的牵引作用 图三到113会踩十日均线 且十日均线保持上升趋势 是良好买点 突破十日均线后 买入股票并不代表股价就会直线上冲 也常有回调 待股价回到十日均线后起稳 再启动可能会加速上升 这也是交易者买入的机会 回踩十日均线买入的条件 是股价涨幅不大 且十日均线还保持上升趋势 图三到12 如图三到12锁时 太罗瑶页600222 在突破十日均线后回调 仔细的交易者可以看到回调时的成交量是萎缩的 说明此时市场抛盘吸收 有假跌有空的嫌疑 此后股价攀升 此时我们可密切关注十日均线的支撑 如股价能够获得有效支撑 成交量同步放大 量价配合良好 将是短线买入的较好时机 如图三到十三锁时 烽火电子000561的股价在底部启动后 就开始依附5日均线上涨 成交量也随之温和放大 这预示着股价已经进入了上涨趋势 从图上的箭头位置可以看到 股价在上涨受到阻力后开始回落 股价回落到十日均线附近时 回落过程是缩量的 受到了均线的支撑 随后股价便掉头向上继续往上攻击 短线交易者就可以趁机买入 以期获得利润 图三到十三 图三到十四 如图三到十四所示 海德股本000567的股价在上涨的过程中 股价也依托5日均线上涨 从图上的箭头处可以看到 股价连续四天缩量回调 在十日均线附近得到了支撑 之后开始回升 脚头向上站上5日均线 此时短线交易者可经常买入 从图上可以看到 在上涨的过程中 股价量缩回落到十日均线附近 受到支撑后拉起 这是装甲边拉边洗盘的方式 此时交易者需注意 等股价掉头向上时 那就是买点 牢记这十六个字 炒股一辈子也不会输 无论是装脱放出来的股 还是好朋友介绍的股 以后是你自己选的 只要坚持是在股赛 是增股增 是减股减 是增股走就不会被忽悠 替换高精大图 所谓是可以是上升通道 也可以是均线系统 也可以是某个指标 因为你的交易不可能是一句感觉 而没有实质性的依据吧 当然 这里是指大多数的交易者 因为大多数的交易者 都是追求技术性的投机套利 特别依据基本面股指等交易的同学 大客不必钻牛脚先 有了是 何谓是在呢 据例来说 就是股价运行在上升通道 或均线多头排列至上 有了是 是在 何谓是在股在呢 据例来说 就是股价运行在上升通道 或均线多头排列的上升趋势时 你就可以持股做多 炒股你不炒上升趋势的 难道了要炒下跌趋势的吗 当然这是在一般反护 在我们A股市场 做空不可盈利的情况下 那么 何谓是增股分呢 这就简单了 上升势头越来越明显 节奏越来越强 上升通道刚开始的角度换得像爬 最终运行 角度加大 开始向走 然后跑着进入主升 这样就是一个势增的过程 操作者随着最初的势头不明显到越来越明显 当然是做的越来越大大 下的筹码越来越多 即使是增股增了 何谓是简骨茧 是走骨走吗 例如上升通道的骨 从次15度运行到了60度 然后到了75度 最后进入了90度的垂直拉伸 而后转为75度 60度 这就是明显的势头减 持骨量当然要随着势头的减弱而减了 所谓是走骨走 是上升趋势从减弱到跌破上升通趋势时 已不够称持股的最基本条件 即使在股散 所以当然是是走骨走了 带着这16个字 在势头转多后 果断介入 在势头转空后 果断出场 别明明破位了 还在说加仓补仓 疯狂做多 也别明明全力声势了 还在看空做空 就轻松达到了阶段亏载 让利润奔跑的投机高手境界 投资的六大不败心得投资有风险 这是炒股者都知道的一句话 可是有些人却能在股海中产战长盛 他们有些什么绝招呢 以下六条是他们的炒股心得 心得一 买股票之前必须先进行大事研判 一 大盘是否处于上升周期的初期 二 宏观景策策 论导向有利于哪一个板块 三 收集目标个股的全部资料 击除流通盘太大 股性呆质或经营中 出现重大问题 但是又无重组希望的公司的股票 心得二 中线底量法则 一 选择10日 20日 30日均线过去6个月稳定向上之个股 期间大盘如果下跌 该股均表现抗跌 一般只短暂跌破30日均线 二 而不稳定向上 不断创出新高 三 在大盘间地时出现地量 以3000万股流通盘日成交10万股为标准 四 在地量出现的当天收盘前10分钟逢第三批进入 五 短线以5%到10%为获利出局点 六 中线以50%为出货点 七 以时日均线为止损点 心得三 短线天量法则 一 选择近日底部放出天量之个股 运换手率连续大于5%到10% 对之跟踪观察 二 五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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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选择基本面良好,具有成长性,流通盘在6000万股以下的新股,二、上市首日换手率70%以上,或当天大盘暴跌,次日跌时间缓立即收出较大的阳险,收复首日阴线3分之2以上折。 3、创新高满入,或选择天量法则买点介入。 4、获利5%到10%出局。 5、止损点稀微保本价。 新的5、成交量法则。 1、成交量有助于研判趋势和时反转,口诀是价稳量缩材势底。 2个股成交量持续超过5%,是主力活跃于其中的明显标志。 3、个股仅放量拉伸,横排整理之后无量上升,是主力筹码高度集中,空排拉伸的标志。 4、如于突发性高位质量长阴线,情况不明,要立即出局,以防重大利空导致崩坏性下跌。 新的5、不买处于下降通道中的股票。 1、猜测下降通道股票的底部是危险的,因为其可能根本没有底,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下跌的股票一定有下跌的理由,不要去碰它。 尽管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它已经太便宜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